好那我们接着刚才继续对吧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数据集的一个组成 特征值加目标值 那么我们以后的数据对吧 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 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 特征目标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在这里也给了一个例子对吧 比如说那每个行 那我每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 是不是某一个某一个数据啊 数据一数据一数据一数据三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专业名词来说一下 我们可以称之为什么呢 样本 样本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指定了你这一个数据 这一个人的数据 或者这一个事物的数据 好那比如说这里给了几个样本 三个样本数据对吧 好那比方说 它的目标值是什么呢 比如说就是预测房价 预测房价 那你就要收集影响什么 你这个房价的一些特征吧 对吧 那你特征比如说房子的面积 位置对吧 比如说位置从里到外 对吧 九到十是从外到里 从外到里 楼层越来越高 房子朝向 零比如说朝南 一比如说朝北 好 那我在这里面给的这些数据 看到第一个样本和第三个样本 它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 是不是就是应该房子面积一样 楼层一样朝向一样 位置不一样吗 你会发现 位置它影响了最终 你你的预测的价格吧 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例取的这四个因素啊 肯定是不止对吧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 几十个都有可能 那我们这里再看一下 比如说第二个和第三个 哎 他们的这个数据 有很多不一样的 一个是位置也不一样 然后呢 还有它的房子面积 还有楼层 还有朝向都不一样 那这样最终导致的 你的价格是不是 也不一样吧 哎 这样的话 比如说 我们收集的特征 有的是影响很大 有的影响很小 但是他们终归都会有一些影响 影响你最终的目标指望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要组的数据就是特征值加目标 好 那么注意了 有些数据集可以没有目标值 注意了 可以没有目标值 那你有疑问了 对吧 没有目标值 我哪里干什么 对吧 那这个我们下午呢 讲期学习算法的时候 会说的 没有目标值 我应该怎么去定义这样的问题 对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常用数据集的一个构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集中 对特征的处理 那我们前面学到了这些工具 Pandas 重要的还是这个Pandas 我们用的是最多的 Pandas是一个数据读取非常方便 容易什么 对一些基本的处理格式的一个工具 对吧 比如说我Pandas这样的Data Frame 我可以通过列索引啊 去对每个特征进行索引 是不是可以针对每个特征进行处理 对吧 那这里面处理啊 肯定是有一些包含了一些很多的这个一些细节 比如说你的这个缺失值缺失值处理 比如说你的把这个数据啊进行一个转换 对吧 数据的一些转换 当然这个数据管 比如说你的合并表啊 还有你的一些这些这个读取数据啊等等 那么这些处理数据啊就是针对于你刚从文件当中读取出来的 那你读取出来也是特征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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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列特征值 如果有缺失值我可以用PD给它补选对吧 那还有一点 重复值其实就是什么重复值就是干嘛的 是不是有很多数据重复的吗 那机器学习当中有一点就是重复值我们需不需要进行处理 哎 这一个疑问 重复值需不需要去处理 你觉得需不需要 需要在你们之前对吧 这个比如说爬从爬下来的数据对吧 你肯定要去从然后存到数据库里面 否则有可能一个做有冲突对吧 那么在机器学习当中你的数据有重复的没有关系 不需要进行处从 不需要进行处从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比如说还是以这个前面军 你这个机器学习啊 是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一个学习对吧 当然他怎么学习我们会算法会说 那学习的话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样板输进去 我学习一下一个样板输进去学习一下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 我如果数据一样啊 数据一样 那我这个地方呢 其实对你学习是不影响的 因为假如说我现在学习了十个样板 假如说啊 学习了十个样板 啊 我没有完全学习好 那我继续把这十个样板再去让他学习 他可以又学习了一些东西 有可能第一次他学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二次他从这个十个样板当中呢 又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后面你会逐渐体会到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的数据中有缺失值是对你这个结果啊 或者说你缺失值啊 这个重复值啊 是不用进行处理啊 所以这一点是要记住的 当后面你去学习这个算法的时候呢 你会更加体会到这个重复值是不需要进行处理 好 所以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Pandas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数据的工具 那它都是进行一个 首先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些 比如说合并啊 处理一些简单的东西 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把数据都处理成身高 好 这里面的值都有了 体重这里面的值都有了 皮肤颜色这里面都有了 头发长度都有了 那是不是 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读取好 处理好之后 是不是接下来你就可以进行 记忆学习啊 等等这些东西分析了 那接下来 我们比如说 现在啊 比如说你的皮肤颜色 对吧 它分为几个类别 比如说你皮肤颜色呢 分为几个类别 给你字符上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 人类对吧 有的这个皮肤颜色呢 有黄 有白 或者说有这个黑 对吧 好 那么这个身高体重 或者同发长度 你是不是可以给一个具体的数值吧 给具体数值吧 那么 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一些特征 里面含有一些 比如说 这些特征里面 我们说称为什么呢 就 特征里面是类别的这个特征 就是说你的这个 具体类别是哪个类别吧 那我们这些特征能够直接输入到你这个算法当中去进行计算吗 是不能吧 你输入的进去是一个字符上 字符上怎么去算呀 是怎么去进行 比如说加减乘除 对吧 你的这些这个数捕的这些操作 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要针对于这些特征去进行处理 是不是要进行处理 好 那这是第一个方面 对吧 比如说这是你的这个里面有类别这些特征 如果说我现在给你文本 文本 那你这些文本能直接输入进去 他要进行文本 假如说文本的分类 有这样邮件的分类 你直接输入一个文本 这些机器能看到多吗 肯定是看不懂 你得去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口号 对吧 因为我们的程序只看到懂数字 对吧 他把数字表示表示成二进制 对吧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特定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 其实也不限于塞克论 其他的工具也能做处理 那我们这里呢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塞克论 所以塞克论 它是一个可以对特征进行处理的 主要就是对特征进行处理的 提供了一些强大的接口 不只是说一些算法 他提供了一些特征处理方面 也就是说你特征不满足我 追记学习算法的一些计算需求等等等等 那我就需要进行处理 那这个对特征进行处理的这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特征工程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整个过程称之为特征工程 当然特征工程啊 它是一个比较广的概念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也会啊 把这些重复值啊等等 他把这些缺失值啊也包含进去了 但是一般的我们缺失值等等 这些处理啊都是在Pandas处理 不会在Secondland处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特征工程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对这些特征 一个特征一个特征进行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征工程呢 或者说特征工程的一个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给的是一个比赛的数据 比赛里面是什么呢 什么商场精确定位 他说说根据某某用户提供的一些坐标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预测这个用户所在的某个商店啊 用处用户啊 预测啊这个用户在的商店位置 你看这也是我们一个应用场景啊 都需要去用机学去做 好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赛啊 我们重点啊不看别的 只看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呢放大一点 这只是个比赛而已啊 其实不是真正的一个产品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你有这个报名者 参赛者所在组织的分数 我们重点看什么呢 看分数 看到这个分数 我们来看一下 从排名第一名到第十名 对吧 你的这样一个分数的分布情况 看一下 0.9324 0.9320 0.9310 0.9310 你看一下这些数据什么特点 从比如说他就是准确率啊 你预测到底准不准确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里面前十米啊 包括这前十米相差的分数大不大 不大啊 他相差的这些分数不大 都是0.01或者0.01 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分数 那这个相差不大 我们想我们会讲很多算法的话 那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第一名 他想想到了这些算法 或者他用的这些算法 或者说第二名他用到这些算法 你们说这个第十名或者第六名 第七名他会想不到吗 不会因为算法就那些东西 他是不是都可以去试吧 那为什么最终 哎别人还比你做的稍微好一点 对吧 不是好很多的 好一些 那这个原因呢 重点就不在于数 不在于算法 也不在于数据 因为比赛提供的数据 是不是都一样了吧 也不在于数据 不在于算法 而在于什么 特征的处理 也说特征的处理 或者特征工程 这个东西 会影响到你最终的 这个东西的效果吧 你最终的预测贷款啊 预测这个返价啊 预测这些东西的一个 效果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你的特征工程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特征工程 其实啊 是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特征工程 没有做好的话 那你用再好的算法 或者你用算法 直接套进去呢 是效果是没有那么明显 或者效果就不好 所以当你效果不好的时候 除了你考虑 考虑算法也没用 对外 你还得考虑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特征工程也没做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特征工程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机器学习的重要部分 当然机器学习整个开发流程啊 我们会在下午去讲的 下午去讲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讲到一些算法 对吧 这个算法的一些分类啊等等 这个有哪些算法 对吧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特征工程 其实呢 它在整个 机器学习当中呢 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前面的一个部分 好 那前面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不看了 用户的数据获取啊 清洗啊 一般的数据都是有的 对吧 爬中爬呀 或者说你的数据本身公司就有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你要做一些什么呢 特征工程 你的数据拿过来做特征工程 然后呢 翻到算法里面 然后这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也就说明什么 你的这个过程效果不好 是不是你要回过头还要去进行处理吧 特征的一些处理啊 这个我们称之为特征工程 好 那这个过程呢 先不看了啊 只是说体现体现一下这个特征工程在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特征工程啊 这里面都是一些对特征处理啊 这个特征处理肯定有很多 对吧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特征工程是什么 刚才已经介绍了 等一下简单的看一下 特征工程意义特征以及塞克论 我们要做特征工程 要用工具是什么呢 塞克论 接下来就是数据的特征 抽取数据的特征预出力 数据的降维 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特征工程的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也说这些内容是必须得掌握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特征工程是什么呢 这里就简单看下第一了 它是将原始数据转换成更好的代表 预测模型潜在问题特征的过程 从而提高对预测 未知数据进行预测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准确性 其实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你的模型的一个什么 提高你的预测的效果吧 我们先不提模型 这个词还没提过 提高你对预测的效果 这是它的意义 就是为了提高效果 提高预测准确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给你一篇文章 一篇英文文章 或者一篇中文文章 你对它进行继续学习 对它文章分类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很多新闻文章 它要做的就是文章分类 那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文章分类 那你难道就输入一篇文章进去 我继续学习就知道 我的算法就知道 你这篇文章是什么了吗 肯定不行的 我要把它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一个代表 你这篇文章的一些特征 或者一些数字 其实就是转换成数字 然后积极学习再去针对不同的文章的 不同的这些数字去进行处理 分类啊 或者说分类 这也是特征工程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特征工程的意义 其实很简单 直接影响你的预测结果 直接影响你的预测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用这个特征工程 对吧 我们塞克论的工具介绍一下 塞克论工具呢 就是我们要做特征工程 包括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 那么塞克论这个库呢 我们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Python语言的机器学习工具 注意啊 是Python语言机器学习工具 它包含了很多知名的一些机器学习算法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这些算法 全都包含了 所以我们只要使用调用塞克论啊 这样那个库啊 去进行分析就行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必须得把这些算法的原理搞清楚了 这是我们一再强调了 第三个 它的文档非常完善 容易上轴 丰富的API 那在学术之间非常欢迎啊 当然也是在工作当中 也是用这样的东西 目前稳定版本0.18 那当然现在应该是稳定版本 应该是0.19 所以你下载的时候 0.19是没关系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呢 就先下载安装一下 塞克论 那么这个安装呢 非常简单 你还是一样 在你的这个虚拟环境 当然你前面这个 讲过这个 安德康的吧 有吧 那你可以用安德康的啊 你也可以不用安德康的 这个不要求 对吧 我呢一般是不用这个安德康的的 虽然说它也方便对吧 但是呢 这个有两个虚拟环境啊 比较麻烦管理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 这个 这个 Virtual Virtual 虚拟环境是必须得含有 南派 Pandas 这些工具的啊 是必须得有的 因为他们是作为基础库 你塞克论是分转 不应该是分转 对吧 它是用到了这些基础库的 所以你必须得有这个 好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先安装一下这个 塞克论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